我們要開始進入刑分了 那刑分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一般會把它分成個人法醫跟超個人法醫這兩個部分 那我原則上預計個人法醫會上2.5堂左右 然後超個人法醫大概是1.5堂 那你雖然看到說個人法醫的這個題目好像沒有像行種第二回那麼多 可是因為刑分它的特色就是它比較雜 因為條文很多 然後每個條文之間的考點都 你說很難嗎其實也都還好 因為如果你是只有針對條文跟實無見解的話 其實還好沒有加上學說的論述 那但是因為它很複雜 就是說大家需要花比較多時間來去理解一個一個的真點 所以我盡量是能夠透過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說明 來帶大家來認識整個刑法分則 但是有些地方還是要需要大家稍微記一下結論 因為有的時候實無見解它的操作是沒有什麼規則的 因為它就覺得 我就踩這個見解 那就這樣適用 從早期的判例直到現在最高法院的判決 如果都是同樣這樣適用的話 那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一個情況 所以有的時候比較沒有邏輯一點 那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你都可以用推的 都可以用推的 所以等一下在講解的過程當中 你會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在寫這個行分的題目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就是說 你除了知道條文跟實無見解之外 你要怎麼樣用推的 就是說當你不是很熟的時候 就是說你覺得好像有一點模擬兩可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用推的 從題目給你的一些資訊 來去推敲出正確答案 我覺得這一點對各位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都有念書 那往往最終決勝的關鍵就差這麼一兩題 那這種差一兩題 不代表說大家的實力有很大的懸殊 有的時候只是你考試當下你有沒有 不管是你有沒有猜對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在推導的過程有推成功 就如此而已 那我盡量啦 就是因為猜的部分 那個涉及到大家的運氣的問題 這個我就沒辦法幫忙 因為我自己這種考運也是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沒辦法分多餘的東西給大家 但是至少在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來從題目當中推得正確答案 例如說你三道只剩下兩個選項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往那個比較正確答案去選 這一點我是可以跟大家去做說明的 好 那這個以上是一些開場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第三回的部分 請你先翻開第一頁的部分 在個人法醫的部分呢 我們會先從271條以下 傷害罪章相關的條文開始去做說明 然後呢 後面會一直講到這個個人的非專屬法醫 也就是財產犯罪的部分 那它很跨條文非常多 從271條以下一直到363條 這個都是我們要講的範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前面很多都是在貼一些條文 可是這些條文我都有幫大家把什麼 把這個重點用初體字的方式給你標示起來 所以你在認識的時候呢 你也需要什麼 你也需要就是看條文 然後要認識這些初體字 這些初體字 好 那我們直接翻到第三頁啦 第三頁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殺人罪章 我們刑法呢 在分折 第一個我們會遇到的是殺人罪章 那殺人罪章它有六個條文 有六個條文 好 基本上這六個條文它的編排的順序是這樣子 好 基本上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基本的構成要件 跟所謂的變體的構成要件 好 基本的構成要件呢 好 在故意犯的部分 好 就是271條 好 殺人計歲未歲或預備罪 好 那在過失犯的部分呢 好 就是276條的一項 好 過失致死 好 那所謂的變體的要件呢 好 基本上 呃 在故意跟過失 好 它也有所謂變體的這個 這個要件的這個結構 好 在故意的部分呢 好 它有去區分成 好 所謂的 加重的 好 要件 好 跟減輕的要件 好 那加重的部分就是272條 好 直一血清尊親署 好 的這個部分 減輕的話呢 有包含273條以及274條 好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特殊的需要去討論的 好 就是275條的問題 好 那在過失犯的部分呢 好 基本上就是276的二項 好 業務過失致死 好 業務過失致死 好 所以這個前提你要先掌握 好 當你掌握這個前提之後呢 基本上殺人罪章就 蠻簡單的 好 就蠻簡單的 那畫這個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271條跟276條的一項 都是什麼 所謂的基本構成要件 所以 如果你不符合變體構成要件 好 它的一些規範的話 那你就要回到什麼 基本構成要件去做思考 好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符合272的要件 或你不符合273 274 275的要件 你就要回到什麼 271去做思考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說 272 273 274跟275 到底有哪一些是特殊的要件 好 那這些特殊要件 你符合就會構成該罪 你不符合就回到271 好 所以它的考點都在哪 就是這些特殊要件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首先就272來講 我行份會講比較快 因為不然那麼多條文 我根本沒辦法上完 我就直接切入正典講了 好 第一個 272的重點 272的重點在哪裡呢 首先272它是一個什麼 所謂的身份犯 因為條文規定是殺害仔細寫行尊親署 那雖然它是規定在行為客體上面 可是你要殺害仔細嫌尊親署 代表說你是行為客體的什麼 悲親署 對不對 要不然它怎麼會是你的尊親署 所以272本身是一個身份犯 好 那你只要涉及到身份犯 考試最愛考的就是什麼 我之前有講過31條 無身份之人跟有身份之人一起 共同違反身份犯罪的時候 無身份之人要如何論罪 所以它的關鍵就在於什麼 31條的適用 272的身份到底是31條的哪一種身份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31條1項是所謂的不法身份 31條2項是所謂的罪責身份 不法身份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身份本身它有創設刑罰事由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這個主體身份資格 如果欠缺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構成這個犯罪 可是我們從272來看 如果你把272的身份當成是不法身份 會變成什麼 好像是說只要它不是你爸 不是你媽 它就不可以被殺 可是你這樣想就蠻奇怪的 我們這個殺人的這個部分 不會因為它是你的誰 它的人別是什麼 而會有什麼行為課題的 生命法醫會不會喪失這件事情 這兩者是沒什麼關係的 所以我們不會認為說272本身的身份 是一個什麼 不法身份 所以通說認為 加上十五也是這樣認為 它是一個什麼 罪責身份 所以如果是罪責身份 要使用哪一條 31條的2項 所以如果今天無身份之人 跟有身份之人 共同違反身份犯罪 例如說賈跟乙一起去殺賈的爸爸 那賈的爸爸不是乙的爸爸 那這個時候賈當然論272沒有問題 他去殺他爸 對不對 所以論272 那但是乙呢 因為賈的爸爸不是乙他爸爸 所以這個時候 乙就只能依照31條2項什麼 可以通常之行 而我剛剛講 272的通常之行是什麼 271 那我們之前講 罪行不可分 所以可以通常之行 你也要什麼 論乙通常之罪 所以最後 在剛剛的例子裡面 賈會論272加28條 對不對 那乙呢 271加28條 再加什麼 31條2項 所以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272最重要的考點就是 他的這個身份 是什麼樣的身份 他是一個罪責身份 好 第二個考點 在於殺害直系寫性尊親署 那這個直系寫尊親署如何認定 好 通說認為包含什麼 自然寫親 好 跟所謂的法定寫親 或者稱為擬字的寫親 都包含 所以